前來的阿伯,你有沒有專門鑽研哪一門的武功 譬如上到武當,今次又要打太極 那這些你過去一直做武打的時候,有沒有鑽研了解? 如果是太極拳,其實我是皮武,很多大師傅很厲害的,令了十幾十年 那些懂武功通常都是這樣的,不懂那些這樣的作為 懂那些就是皮武,我們測試到了 你測試到了,這下的耍太極都耍得多盡 好厲害,先聽聽你鑽研的武功 真是皮武,以太極拳來說,我以前拍過幾部電影 電視劇都會關於太極的,懂一點皮武 但如果再深刻再研究,其實我這次上武當山 見很多那些道士,他們是鑽研了幾十年,三十幾年 有些是八十幾、九十歲的精神,還好像年輕人 很厲害的,有些真的是高手 我們這些真的很屁毛,真的不是耍太極 那那裡是不是真的隨處見到那些人在練習? 是,是,真的,例如在少林寺,你周圍都見到那些和尚 但是真與假是另一回事 但是在武當,他真的有很多道士 真的有很多道士,因為他的妙語很多 因為武當是我們中國的宗教 唯一一個宗教派 佛教是印度傳國來的 我們中國就是這個道教 變成他們很多中國,每個不同的省很多人 都是去學道教的意義 每個人都留長頭髮的,留長鬚的 周不時在街上都見到有人打造 打造不是耍太極 今次你們在上面拍攝總共逗留了幾長時間 今次上去武當山總共逗留了三個禮拜 那在當中有沒有有因緣際會 你們都看見道士招和祭 在耍的時候都覺得這招都可以吸收一下 其實剛才你耍的招都差不多了 你真是耍得好人 你真是耍得好人 你耍得好人 一邊說耍那幾招 是真的過之無不及的 總之我都可以拍了 和你們一起拍一份 做一些師奶,武當師奶 不是啊,他們真的很多的,很普及化的 是嗎? 很普及化的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在武當他們裏面來說 我們表面看他們其實就是功夫 或者是成人 其實他們是修道的 其實那個宗教他們是經常打造的 靜態多的 是 靜態多的 當然你剛才說在街邊或者在廣場 他們是周不時見過百人 或者幾百人一起集體練這個太極拳的 不只是在中國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你很多時候在武當那個區 你會見到很多外國人 歐洲人 都慕名而去 都慕名而去 就是習過雞 就是 他跟這個道教傳統 跟到很中國 跟到很中國 留長這些鬍子 穿過那些道士袍 一直在耍太極的 戴金頭髮的 挺有趣的 原來在太極來說 在外國都很受歡迎 就是小小屁毛 在早幾年都知道 原來太極入了大學科學研究 夢術的其中一科 就是當作運動學 其中一科 變成了很普遍的法國際化 在日本 他們有比賽 比賽 當作一種叫做 儒家運動也好 伸展運動也好 是很國際化的 什麼意思 呀 很 Chrome 看一看 尼龍 我 鞋子 聽嘴 聽嘴 你 信嘴 叙